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用的招上来一个打一个这种笨蛋方法 其实是影视剧骗了我们 真正理智上用来工程的梯子才不是电视里演的那样 把普通梯子加强就赶往上爬了 城上的士兵不是笨 他们不是不推 而是根本推不动 工方用的梯子并非普通人家里上房顶用的梯子 这种梯子叫做云梯 原型叫做勾圆 跟现在消防车搭起来的多层云梯差不多 后代的云梯也是在这基础上不断改进而来 云梯的宽度也并非普通梯子可比 基本上可以让二三个人并排上梯子 可以组成一个小的冲锋队 可想而知这种梯子的重量要有多重 凭借个人徒手推根本就是白费功夫 除了梯子本身的重量外 还有一定的加固措施 云梯头上有一个固定用的抓钩 一旦搭上城墙就会直接勾住固定住 让云梯抓地更牢物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云梯车 有护盾还有升降设备 带轮子可以让士兵推倒城墙下坐着 这样的云梯车更不是人力可能推倒的 唐代的云梯甚至可以在墙壁上下任意滑动 可以折叠这种云梯被称作非云梯 所以说对付云梯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火烧 而不是推 几个火扔下去就有可能对木头做的云梯造成伤害 比飞着去推管用多了